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8日 星期五 這一節其實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林鄭月娥最新施政報告裏面 關於樓市的部分 這次 內容提到 公佈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再加上明日大月 其實 接下來的 住宅供應是很多的 其實住宅供應 是不是直接會影響香港樓價呢 當然會 但是香港樓價 除了由住宅供應 增加之外 影響 其實息口也很重要 這一節我們想跟大家用一個比較實際的角度去分析 當然 其實 經濟數據 再加上息口走勢 再加上 其實一定要看的就是政治 以往 我在 很多年前的節目 也提出了 其實在19年之前 當時 我跟大家說一個劉本衛概念 劉本衛概念其實是因應當時香港的政治形勢 再結合這個息口 以及 這個住宅的供應量 是得出來的 但是經歷過2019年的這個時代革命之後 可以說整個市場是扭曲了 也不能夠再用以前的角度去看香港 政治的 不透明 甚至乎 是倒退 這個也是一個住宅 是值得 或者是值不值得投資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一個地方政治穩定 他的司法是獨立的 他的 查冊系統是透明的 這當然會使得樓市更加好 如果那些地方查冊系統也不透明 但是他有前景的話也是會升的 例如澳門 澳門跟香港不同的 他不是一個登記的制度 他那個 查契相對複雜過香港很多 香港其實是跟英國的 是人 你也可以查到那個地方是屬於誰 不過自從這個時代革命爆發之後 查冊已經成為 政府的某些人的特權 普通人去查冊 可能就會被人告 洩漏個人資料 甚至乎犯國安法 所以 本地的查冊和公司查冊 已經成為政府 另一個要掩蓋的東西 因為當時 傳媒大量揭發這些官員 警察 他們買樓 甚至乎 他們開公司 其實一系列也有關的 跟香港樓市全部有關 為甚麼 因為 這個市場的資訊透明 是使得大家放心的一個原因 如果市場的資訊是被人家抹去 被人家隱瞞的話 老實說 做生意也好 投資也好 也不是一個理想的環境 這節想跟大家 從不同方面去分析香港接下來的樓市走勢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其實有兩個呼籲 當然每一天都要講兩個呼籲 結束之後 第一個呼籲是10月17日 袁爸爸在美國灣區辦的演講會 希望大家捧場 嘉賓重量級的 國務卿馮佛佩奧 以及特別的公務員余茂春 第二個 呼籲當然是我們的網咀 我們的網咀 是11月6日 星期六 希望到時 跟大家見面可以多些交流 亦希望團結多些來英國的香港人 因為 其實現在已經有幾十人報名了 再加上一些 說了但未正式報名的朋友 可能一個星期後也有機會爆得未定 十圍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可以放到十五圍的 酒樓 原因就是 起碼 臨時要加了就能加 大家如果想報名 就是我們的片尾的時候 就會有 有一條 我們特意製作了一條分解中的短片 那就是我們合作社的 現在暫時的兩大業務 就是黑池的酒店 以及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 去 接送服務裏面的電話 以及酒店的電話也是同一個 希望大家 報名就是Whatsapp 說回施政報告 林鄭說 今次提到北部都會發展區策略 在香港的北部的新界 建設成為移居移業移遊的都會區 佔地是300平方公里 香港其實若不是整個土地都是1100平方公里 它已經佔了三成的領土了 涉及整個地區是元朗、北區 包括天水圍 元朗、粉嶺、上水等新市鎮 以及其他被林的教區 接下來會有六個發展新區 以及發展的樞樓 包括 古洞北 粉嶺北 洪水橋 夏川 元朗南 新田 洛馬洲 敏感度 以及新界北的新市鎮 林鄭說 未來20年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是最活躍的地區 你們 想 是很美好的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 除非你引入大量的移民 否則香港人口 未來只會減少 而不會增加 他指出 香港將詳細研究執行的細節 不排除下屆政府設立副司長 負責領導包括北區都會區 明日大漁園景等大型的發展 林鄭提到 北部都會區預計可以提供35萬個住宅單位 並可額外開拓約600公頃用地作為住宅和產業用途 大約可以提供165,000至186,000個住宅單位 連同元朗區和北區現有39萬個住宅單位 整個北部 都會區的發展 如果完成之後 總住宅 單位數目 會增加到90萬5,000個 至92萬6,000個 可以融立250萬人居住 即是香港發展成1000萬人口的大城市 其實香港已經是世界上的大都會 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只有1100平方公里的地方 住了750萬人 林鄭提到的佔300平方公里 其實香港佔了 香港是三成土地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其實百分之八十幾個百分 是一個郊野公園 即是說真真正正正住人的地方 只是百多平方公里 這次 他 如果開發到這個300平方公里 可能包括填海 其實 是間接令到香港的住宅單位多了很多很多 所以他預計可以住250萬人 即是說 未來的住宅供應會大增 我們從這個 整體的息口來看 美國的這個量化寬鬆 有機會是 未來會收水的 這是市場關注 純粹以經濟的分析來說 其實未來的供應一增加 那個息口上升 就是令到樓市下跌的原因 其實 最主要 一定要加上經濟和政治因素 經濟因素 剛才我們是可預計的 但是政治因素是不可預計的 習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 這個概念 是很大機會會成為大家實行的一件事 在我早兩天的時候 有網友向我們報料 他說他們 其中一個 家庭成員 是香港的某地產商的高層 發展商 不是地產代理 是某發展商的高層 而政府 亦都是 召了 一班香港最大的地產發展商 召費 聊天 表明 接下來 樓市 會響應大陸的共同富裕 不准升 不准跌 升 可以很慢地跌 不可以大跌 即是說 香港的樓市是被封頂 在投資者的角度 當一個地方的樓市封頂 已經沒有升值預期的話 肯定是會沽售的 因為接下來也沒得升了 即是像你賭百家 樓開出來9點了 你的樓盤最多就是我 不能贏 所以 接下來 大量的投資者會撤出香港 因為 已經沒有一個升值預期了 這是第一 第二 在政治方面 十分不穩定 因為 香港的樓市 會成為大陸政策 左右的一個 而大陸的政策 隨時 會使得香港樓市出現有價無市 銀行 不會借錢給你買舊樓 因為二手樓你賣不到 只會賣發展商那些 跟大陸現在的情況一樣 大陸 政府為了托著市 不讓樓市 倒閉 他會 可以借錢給發展商 賣新樓 即是你買新樓 托著市是可以的 但是舊樓你很難能購得出 買新樓可以借到錢 買舊樓借不到錢的時候 舊樓就沒有人要 即是變成有價無市 當然你如果是兩三年後也會當新樓 情況 這個情況 二手 將來的交投會越來越跌 甚至乎跌到接近可有可無的情況 這個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香港 住宅 表面上 他的價錢 記住 並不太跌 城市領先指數 仍然是創新高 因為個別的一手單位 是可以 由發展商將來穀起 但是 外面的二手樓是沒有人買的 情況 很嚴重 只是單邊時 單向他沽給你 你只有接貨 你是不用自己套現的 這些情況 當持續長時間 大家都知道是找笨蛋 沽不到 樓 套不到錢 那個市場就是廢了 而香港接下來 很大機會會發展成這樣 他不會短時間內 大塌 因為他沒有報價給你看的 不是像恒生指數一樣 昨天升700點 今天升100點 不會的 他是沒有報價給你 你以為你那層樓值那麼多錢 實際上你是賣不到 地產公司掛牌也不會讓他跌 因為 他們要保持著市的穩定 因為 這樣做 起碼 維持著銀行的穩定 銀行做那麼多按揭 他們也不想銀行死 但是也不會讓你升 這樣久而久之 這些資金就會慢慢偷步撤出 有實力的就會走 留下大家在這裏 糖水滾糖魚 最終 都是要騙大陸佬 新移民來買 最終就是他們來接貨 而香港 變成沒有一個二手市場 當一個地方沒有二手市場 那個地方的樓市肯定是 對積在浮沙之上 是沒有可能會值錢的 香港的樓價為甚麼升得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他有二手市場 他的二手樓隨時訂出來的人要 但是 最近一年其實已經改變了這個說法 原因是我們很多網友向我們反映 他們一層樓 掛牌到現在 很多已經掛牌超過一年 連看也沒有人看 原因就是那個案件 買新樓可以借到錢 所以那些人拿了錢就買新樓 舊樓賣不到 你要劈價 要很便宜才能買得到 當然 除非你是 大型屋苑就相對容易賣 例如你是太高城 減價 給市價低5% 照計也有人賣 但是其他的 沒有那麼大型屋苑 就沒有人要了 就變成有價 沒事 當這個政策一推行下去 共同呼籲 已經不說他充不充公 你搞什麼 震反縮反 鬥地主下 土地改革 不說那些事情 未去到那麼極端 只是 不讓你升 不讓你跌 已經可以使得二手市場 徹底消滅 當二手市場沒有了的時候 沒有了套現能力的時候 大家的房子就不再是資產 所以 接下來的情況 會出現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 就是 表面上樓價沒有跌 但是 實際上大家是賣不到的 沒有辦法變成現金 跟跌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當這個 警鐘一敲響 當這個 發了一個夢醒的時候 大家想套意套不到 到時 就沒有辦法沽了 所以 我是奉勸現在你有樓在香港 有人買 你就好沽了 過多一年 你的舊樓 二手樓不是那麼容易賣得出的 這一節 我先說到這裡 拜拜 並不堅持 我沒有 在這裡 有 你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